今天谈谈聊聊中国反腐败的问题 最近的话有一件事情吸引我的注意力 就是中共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前主任董云虎被双开了 中纪委对他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和调查 并且移送起诉了 他有一名情妇是上海电视台的一名主播 据说是跟他如影如形也被从电视台带走了 这个董云虎的话官方在解释他被调查和移送起诉的时候说 他丧失理想信念 将政协委员资格等私相授受不忠诚不老实 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等等等等 大搞权色交易等等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都是常见的了 在反腐败的问题上都是很常见的 值得注意的呢和其他的这种落马的各种各样的老虎不同的地方在于啊 董云虎有一条罪状是非常罕见的 这条罪状呢就是指出这个董云虎啊 出售政协委员资格 在官方的这个调查里面啊 情况说明里面没有具体说啊 他出售的价格是多少 出售了多少个 这是没有说的 但是已经清楚指出 他是有这个问题 出售政协委员资格 据我所知啊 在中国的这个 政协人大这个里面 出售政协委员或者出售人大代表资格 这种事情啊 不是罕见的啊 也不是少数地方才有的这种现象 在很多地方啊 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有可能董云虎啊 只是因为某种水到渠成的原因被抓住了 那么其他没有被抓住的地方 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多的 并不罕见 董云虎这个人呢 是搞宣传的 他曾经在中共中央外宣办呢 新闻办呢 工作很多年 他是2015年啊 调任上海市委常委 担任过宣传部的部长 这是一个核心职务 党委的核心职务 他后来才担任的 在基本上半退的状态下呢 才担任了上海市的政协主席 今年1月份 后来那个董云虎呢 担任了上海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这应该是可以算作上海的这个主要领导了 所以呢 他作为上海的这个主要领导 传出来他处受政协委员资格这个罪名 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把各地方的这个盖子就揭开了 这个盖子揭开我相信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家 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大家都知道他们要么有政协委员的资格 要么会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代表资格 可能都要重新的审查 那或者可能有些人已经自觉自愿的就退出了 那些没有退出的还坚持在里边的人 恐怕也要疼心要小心了 目前呢来看呢 这个已经是成为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一个目标一个把标了 这是今后会成为一个大问题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